你是否曾怀疑那些被认为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神秘生物 真的在我们身边 从传说中的龙道隐秘的美人鱼 甚至还有大脚怪的踪影 今天我们将带你揭开这些谜团 通过20段令人难以置信的视频记录 看看这些神秘生物是否真的在镜头中现身 或许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奇异和令人不安 第20名 以色列的美人鱼 在以色列 两位朋友声称拍摄到了一只美人鱼 这个视频年代久远 所以你必须仔细盯着才能看清楚发生了什么 这对朋友以为自己在拍摄一只海豹 但似乎那生物抬头看了它们一眼 随后迅速回到了水中 这个视频迅速走红 被认为是记录美人鱼的最可信的时刻之一 更近的2022年 一些人声称在镜头中看到了另一只美人鱼 当地居民和游客聚集在一起寻找这只水中生物 目击者描述它是一半鱼 一半年轻女孩 它似乎在表演一些特技 然后消失在夜色中 目击者们震惊地看到它的独特形态 深信不疑 在海岸 旅游局还为首张美人鱼照片提供了100万美元的奖励 这些鱼类与女性的混合体 一直是童话故事和电影的重要角色 迪士尼甚至制作过一部关于美人鱼的电影 但它是否潜伏在95%未被探索的海洋深处 这就留给你去判断了 第19名 清真寺里的天使 像许多目击事件一样 这段视频质量较低 但如果你仔细看看这段来自清真寺的视频 因为穆斯林发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与他在同一个房间里祈祷 他从左到右扫描房间 没看到什么异常 但在右边有一个发光的身影正在与其他人一起祈祷 拍摄视频的男人声称他捕捉到了从天而降的天使 阳光不可能从那角度透过屋顶照射进来 因为你可以看到没有窗户能把光引到那里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身影并不是人类 即使这个男人的皮肤非常白皙 这个身影的亮度也超出了人类的范围 此外 这个身影的整体形状也不像人类 无论是在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中 天使被视为神圣的存在 并在电影和故事书中被描绘 但这位男子声称自己有视频证据证明 在清真寺里看到了天使 这可能是你能看到的 关于这个神圣实体最可信的影像 第十八名 蒙大拿州的外星人 在蒙大拿州 唐纳德·布拉姆利在森林深处 设置了几台捕捉运动的摄像头 拍到了人们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该地区的超自然遭遇相当普遍 布拉姆利找到了一个灰色类人形的图像 他正在森林中散步 它是UFO目击事件和超自然现象的坚定性图 但最初把这个身影误认为是一位迷路的人 后来 他走到同一台摄像头前 比较这个身影和一个真正的人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根本就不是人类 外星人已经是一个几十年的谜题 外太空的广阔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许多人坚信我们并不孤单 布拉姆利可能给了大家证明这一点的证据 第十七名 Rick Rick是一个流行的城市传说 著名于在美国东北部的森林中游荡 它是一个苍白的类人形生物 长腿 大眼窝 身材像是一个变形者 它起初是一个网络恐怖故事 但有人声称他们在镜头中捕捉到了它 使其他人开始相信变形者可能并不是神话 2011年6月23日 托马斯·科林听到了来自一栋废弃建筑的奇怪声音 他和朋友决定探险 结果发现了一样将会让他们多年无法忘记的东西 另一位拍摄者的影像中也发现了一个相似的身影 同样令人恐惧 这种生物据说会潜伏并追踪它的猎物 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来策划攻击 因此 下次外出时 建议再三考虑 第16名 现实中的龙 2010年 墨西哥蒙特雷的居民们对一种奇特生物的目击议论纷纷 仿佛是从奇幻小说中走出来的生物 人们以迷信著称 声称曾见过骑着扫帚的女巫 但许多居民坚信他们看到了龙 拍摄的龙的画面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一种奇怪的鸟类 但说实话 这只生物与权力的游戏中的火焰喷涂者非常相似 如果这种生物能够在十多年后依然存活 墨西哥可能需要尽快寻找自己的丹尼利斯塔格利安 第15名 臭臭猿 臭猿可以被描述为弗罗里达州大脚怪的表亲 大家都熟悉这个神话 因为小时候听过的故事 但据说臭臭猿潜伏在美国南部的森林中 许多人发誓自己看见了这个像丘巴卡的生物在树林中穿行 多年来也有无数的木鸡视频和照片被发布 传说中这些生物喜欢沼泽 通常在潮湿地区出现 有人相信它们是真实存在的 地球上可能不只有一个 但谁知道呢 或许在我们眼皮底下 真的有庞大的臭臭猿和大脚怪群体在森林中徘徊 互联网上模糊的视频给了怀疑者理由相信 它们只是穿着戏服的普通人 第十四名 独角兽 苏格兰高地最近揭示了一些 关于一具与另一种神秘生物相似的化石的有趣消息 考古学家挖掘出似乎是独角兽的骨骼 但是这些挖掘者在何处找到骨骼仍然是一个谜 独角兽以其唯一的华丽脚 自古以来一直是人们幻想和虚构的中心 它们出现在印度和文明的印章上 甚至在古希腊经典文献中被提及 此外 苏格兰还将独角兽作为国家动物 最近的报告显示 曾被认为早已灭绝的独角兽可能比想象中更近 发现的古代化石被认定为西伯利亚独角兽 这些生物曾在欧亚草原上徘徊 体重可达3.5吨 第十三名 吸血狗 2022年 德克萨斯州阿玛里洛动物园的监控录像中 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物体 黑白影像可能是许多东西 一只站立的蛟狼 或是一个喜欢在夜间游荡的戴着有趣帽子的人 当然 也可能是吸血狗 这些生物在墨西哥故事中非常著名 描述为无毛的狗 腿长 它们让人们倍感恐惧 因为它们被证明比野狗和狼更具攻击性 也许最糟糕的是 它们容易被误认为是普通的四条腿动物 实际上却相对更具威胁 第十二名 仙女 因为YouTuber声称发现了一种奇怪的昆虫 它并不属于动物王国的某种特定分类 并认为它是一只仙女 因为它的形状 大小和飞行方式都很奇特 不要被它与想象中的不同外形搞混 其实 仙女并不是有翅膀的小人类 可能是自己独特的一种物种 许多人认为 天使是与我们身高和面部特征相似的人类 但拥有巨大的白色翅膀 而圣经中的天使则是可怕的存在 这段关于疑似仙女的影像太大 无法是飞蛾 也太宽 无法是龙虾 或许这位YouTuber确实捕捉到了一个神话 问题是 你觉得他是在收集他枕头下的牙齿吗 第十一名 超快速的天使 我之前提到过在清真寺捕捉到的天使影像 并未打扰任何人 但这段闭露电视录像则显示了天使本该做的事情 保护人类 2017年 有人被一位超快速的存在救了 避免了一场即将来临的汽车事故 你可以选择认为这是守护天使 还是某个瞬移来拯救生命的人 这位女士无法相信刚刚发生了什么 两辆车的司机都下车查看发生了什么 最后 拯救这位女士的存在悄然离开 留下的只有无数疑问 第十名 十英尺高的巨人 过去有很多关于巨人在地球上游荡的图片和视频 历史学家和宗教学者说 地球上的第一批人类可能身高约十五英尺 这段录像捕捉到在巴西山顶上有两个巨人 目击者称 这两个身影移动非常迅速 身高约为十英尺 考虑到这两个身影在山顶的距离 可能可以合理地推测 它们比普通人类要高得多 第九名 白鲸莫比迪克 太平洋深处存在着莫比迪克的可能性 这个名字来源于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同名小说 虽然这只鲸鱼是基于巨大的抹香精 但它夸张的特征可能让人觉得只是传说 白鲸可能源于真实事件的可能性很高 因此当这名男子在海洋中发现抹香精时 确实是令人惊叹的景象 传说 十九世纪的海员乔治·帕德遭遇了一只巨大的鲸 他袭击了他的船 关于莫比的故事并不孤单 因为海上有许多水手讲述过与名为莫比迪克的巨大生物的经历 至今 这个神秘依然存在 像莫比迪克这样的白化精如同蓝月亮般稀有 因此偶然遇见它们可能会是意外之喜 不幸的是 根据过去海员和海盗的经历 发现它们也可能是人们在海上遇到的最后一件事 虽然莫比迪克那样大小的抹香精的凶猛程度有待质疑 因为它们移动缓慢且牙齿并不锋利 但这种动物始终应避免接触 第八名 雪人 大脚怪需要一个更适应严寒和冰冷环境的远亲 这就是雪人 又称为可怕的雪人 这一传奇生物据说栖息在喜马拉雅山的冰封之中 它被描述为一种类似圆的生物 身披蓬松的白毛 完美地融入其雪白的环境中 隐藏在任何阻碍它的事物背后 至今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雪人的存在 除了山中发现的脚印和最不寻常的足迹 这段视频则展示了一只巨大猿类怪物在树后躲避游客 相信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存在像大脚怪这样的生物 给旅行者带来了必要的肾上腺素 让他们渴望成为第一个发现者 最近网络上流传着一段雪人摔倒的视频 老实说 那段视频看起来是所有视频中最真实的 不管你是否相信 毫无疑问 这都是我们时代最令人兴奋的谜团之一 第七名 弗雷斯诺夜行者 加利福尼亚州的优胜美帝国家公园附近 居民们在查看监控录像时发现了超乎想象的生物 弗雷斯诺夜行者被认为是外星人 因为他们在野外时可能会被认为是外星生物 这段录像展示了这些夜行者成为有史以来最恐怖的神话之一的原因 他们被描述为高而纤细 长腿和小头 有点像光秃的兽人 但没有手 身体看起来像是一条独自行走的裤子 2017年 弗雷斯诺的居民在监控摄像头上捕捉到了他们的身影 这段录像几乎瞬间走红 很多人对这些生物的身份进行了猜测 这是出于好奇还是恐惧 夜行者的起源非常值得猜测 他们会是外星人吗 还是某种生物的后代 你更愿意相信哪种 我不知道外星人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 但我们确实知道那个生物想要什么 最近没有关于他们的目击报告 也许这只是一次千载难逢的事件 或者他们在被曝光后选择了隐藏 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他们成长为像爬行者那样危险的生物 那么弗雷斯诺的人们需要立即撤离 第六名 蒙托克怪兽 2008年7月 珍娜·惠特和她的三个朋友 在纽约蒙托克的Ditch Plains海滩寻找休闲地点时 偶然发现了一只冲上岸的奇怪生物 这个看起来怪异的生物 与他们以往见过的任何生物都截然不同 人们曾经猜测她是普拉姆岛的突变实验 或者是缺失上恶的浣熊 一些官员和研究人员认为她是浣熊 但其他人则推测她实在太大了 还有传言说 这具尸体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蒙托克怪兽最终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网络热点 照片迅速传播 甚至在阴谋论和古代外星人等节目中 登上了全国电视 每一次关于这个怪兽的出现和提及都引发了关于它的起源和存在的质疑 无论它是一个畸形的浣熊 还是一个本不该出现在51区的生物 这个怪兽在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它让很多人开始思考 我们并非在宇宙中孤单 世界各地还有许多神秘的事物上代发现 第五名 小精灵 一位YouTuber踏上了探索森林寻找小精灵的旅程 令许多人惊讶的是 他真的找到了这些小生物 这些微小的生物如果你仔细看是可以看到的 因为它们体型极小 且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在民间传说中 小精灵是顽皮却美丽迷人的小生物 而视频中展示的那些则远非如此 不过 值得一提的是 它们在地球上存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小精灵据说是穿着绿色服装 在月光下随自然音乐跳舞的小人 关于它们的传说 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英格兰西南部 传言称它们栖息在乡村 这使得它们能够在古老森林 和起伏的山丘的阴影中隐藏 躲避捕食者和邪恶生物 作为神话生物 它们以捉弄旅行者为乐 享受无害的恶作剧 许多人声称 小精灵只不过是想象的产物和故事 有些人坚信 自己至少在一生中见过或遭遇过它们 第四名 女巫 与女巫的遭遇比其他任何生物都要多 但别让你的想象力误导你 这些可不是那些戴着长鼻子 戴着帽子 骑着扫帚的刻板印象中的女巫 生活中的女巫远比你想象的要可怕 术与女巫可以追溯到早期 常用于描述施行黑魔法的女性 与女巫的遭遇有时相当诡异 令人毛骨悚然 你得想一想 如果遭遇这样的事情 你该如何生存 漂浮的火焰仪式朝你奔来的苍白身影 背景中恶魔般的涌唱 这就是你在恐怖电影中可能见到的场景 第三名 尼斯湖水怪 传说在苏格兰的深水之中 存在着世界上最大的谜团 尼斯湖水怪 当地人称它为内斯 并描述它为一种长脖子的生物 极像一只蛇颈龙 几个世纪以来 人们声称看见过尼斯湖水怪 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六世纪 爱尔兰僧侣圣哥伦巴记录了与水怪的遭遇 直到二十世纪 内斯凭借1934年一张标志性的外科医生照片 而获得国际生育 许多苏格兰居民和游客 都把捕捉现代恐龙 当成了自己的使命 无论是拍照还是捕获 他们都想在其他人之前抓住内斯 现代科技如声纳和水下相机 虽然被使用 但始终没有发现它的身影 内斯被认为是最大的神话之一 不幸的是 许多照片明显证明了它的存在 第二名 Hran 在斯堪迪纳维亚森林的深处 在尔羽的松树和蜿蜒的小路中 生活着一种神秘而迷人的Hran 这些生物以其超凡的美丽和隐藏的秘密而闻名 挪威民间传说告诉我们 Hran象征着神秘 美丽和诱惑 然而 它的起源更深地追溯至日耳曼民间传说中的神性形象 换句话说 这些生物远不止于其美丽的外表 它们的独特之处在于裙子或背后露出一条动物的尾巴 看起来像树木的空洞 有些Hran甚至有着山羊的腿 这使得它们看起来像希腊神话中的人马 在民间传说中 它们是森林的众多守护者之一 和其他神秘生物并肩而立 它们与人类的关系复杂 但出于好意 第一名 精灵 在指环网和哈利波特等虚构故事中 精灵一直是叙事的重要元素 但是 如果这些生物真的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 你会怎么想 你会和它们交朋友 还是尽量避免 这段录像的有趣之处在于 拍摄者表示 它的车道上出现了多笔这个家养精灵 这个视频在Facebook上迅速走红 许多评论表示 它们感到恐惧 并对这段录像的真实性感到困惑 精灵真的在我们身边活动吗 它们真的危险吗 最可能的解释是 这个身影实际上是主人家的儿子 在恶作剧 但人们仍然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 社交媒体上 人们展开了辩论 专家们意识到 这只是一个短小的人 在摄像头下跑动 即使这个东西不是多笔 但并不能保证 精灵就不在我们身边 因此你必须记住 它们与小精灵有很大的不同 小精灵更倾向于民间故事中的妖精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 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与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留意我们的更新 与你分享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趣事 期待在下一个视频中与你再次相见